詞曲 李宗盛 可敬的臣父和各位主類的兄姐們 今天很高興特別為大家介紹幾位 正在木道班上課的問道的朋友 他們參加了幾次木道班的聚會以後 決定更進一步的認識耶穌基督和他的教會 因此今天我們舉行歡迎你 除了向大家介紹這幾位新朋友 也表達整個團體對他們的歡迎 現在請教導明智的木道友及他們的輔導出列 首先面向教友 然後舞蹈站在後面 沒有叫我名字才出來 吳士奇 黃景赫 請過來一點 陳旭均 到中間這邊來 中間這邊 請再前面一點 後面讓 靠中間 靠中間 請出列站在他們後面 應該是 劉洪志 陳鶴章 往這邊來 往中間靠 王雅迪 黃輝 趙勇 張亮 張磊 對不起 張磊 可以再往右邊靠一點嗎 因為我在中間 對 請轉身面向祭台 面向神父 請各位轉身面向神父 木道友在前 好的 木道在後 謝謝 我們本來是有七位聽到 七位木道 有兩位臨時有事情 沒辦法來 所以我們有五位 首先 首先我要來問幾位木道的兄弟姐妹 請問 你向天主的教會求什麼 信仰 信仰能給你什麼 有聲 我代表我們的教會 代表我們的團體 非常歡迎你們來到我們的教會 我們請大家鼓掌歡迎他們 天主愛你們每一個人 祂藉世間的萬事萬物 啟示祂自己 祂渴望我們認識祂 並答覆祂的邀請 你們幾位 既已隨從了天主的光明 現在天主更要為你們 來敞開福音的大門 邀請你們在建立信仰的基礎的時候 努力認識生活的天主 好能在耶穌基督的光明中行走 靠基督的智慧 靠基督的智慧 日益革新你們的生活 全心信從祂 我 再一次問你們 你們是否準備好 接受基督的領導 走著信仰的路程 以得永生 我們 我們都準備好 我們都準備好 在座的所有的兄弟姐妹 你們是否願意以祈禱 以有愛的行動 來支持這幾位 目道的兄弟姐妹 並陪伴他們追隨耶穌基督走信仰的道路 是的我們願意 基督的天父 我們感謝你 因為你曾借多種方式 引領我們這幾位兄弟姐妹 來接近你 尋找你 今天他們 又在教會團體面前 公開響應你的邀請 決定繼續追求信仰 因此 上主我們讚美你 承受你 上主我們讚美你 承受你 承受你 畫持字號 聖號 各位親愛的 目道的兄弟姐妹 現在請接受你們新身份的標記 就是耶穌基督的十字聖號 你們接受這個十字聖號 耶穌基督將藉著祂救恩的標記 來忽悠你們 願你們今後努力學習 認識耶穌基督 並實踐祂的教導 現在請輔導上前面向輔導友 請為他們畫十字聖號 現在代父母要幫他們畫十字聖號 好 請聽我講 請在耳上接受十字聖號 好能聽從上主的聲音 請 請在眼上接受十字聖號 好能看見上主的光榮 請在口上接受十字聖號 好能回应天主的圣言 请在胸上接受十字圣号 好使基督借着信德 住在你们的心中 请在肩上接受十字圣号 好能负起基督柔和的恶 请在手上接受十字圣号 好使你们的工作 让人认识基督 请在足上接受十字圣号 好能跟随基督的脚步 有请神父 请辅导 回到目道友的后面 现在我再一次的 以这个永生的记号 十字圣号来祝福你们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全能永生的天主 借着你圣子的十字架与复活 你赐给你的子民生命 你的仆人 他们领受了十字圣号 求你使他们成为十字架 救赎能力的生活的见证 并帮助他们 弃而不舍地追随耶稣的脚步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受圣经 请圣友团 唱欢迎曲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激发我们的心智 使我们能迈向正义 以迎接基督的来临 使我们得蒙遭选 在你左右 以豁享天国永福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的圣神永生永昂 阿们 阿们 公读伊萨伊亚先知书 上主 你是我们的父 自古以来 我们的救世主 就是你的名 上主 你为什么让我们 离开你的道路 使我们那么顽固 而不敬畏你呢 为了你的仆人 为了属于你的各支派 求你回心转意 上主啊 愿你把天堂破 亲自降临 高山在你面前 就会融化 你从 你从前曾经降临 使山林在你面前融化 这是人从未想到 耳朵从未听过 眼睛从未见过的 你以外 没有其他的神 对依靠他的人 如此行事的 你欢迎那些 履行正义 和纪念你道路的人 你发了怒 因为我们还是犯罪如初 常常背叛你 但我们却仍将得救 我们好像都成了不洁的人 我们的一切善行 都好似脏雾的衣服 又好似干枯了的树叶子 我们的罪 好似狂风一般的 将我们卷去 没有人哭求你的名字 没有人起来投奔你 因为你掩面不顾我们 将我们遗弃在 我们罪恶的泉下 但是 上主啊 你是我们的父 我们只是泥土 你是我们的陶宫 我们都是你手中的作品 上主的圣言 而是你手中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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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主求你扭转 天主求你扭转我们的名誉 天主要是我们的一切善行 以色列的牧者 请留心悉体 坐欲各路名之上 这情大县光荣 请证显 你的为难 本来拯救我吗 天主求你扭转 我们的命运 陷入你的身容 是我们过的救恩 不安有的天主求你回顾 崇高天追顾照顾老树 求你保护你亲手中子的缘故 照顾你亲自黑与长达的小树 天主求你扭转 我们的命运 陷入你的身容 是我们过的救恩 愿你的手扶持 你逃选的人 你亲自风扬装大地子民 从此我们不再背离你 让我们深处呼求你的生命 天主求你扭转 我们的命运 天主求你扭转 我们的命运 陷入你的身容 是我们过的救恩 公读圣保禄宗图至格林多人前书 弟兄姐妹们 愿我们的父天主和主耶稣基督 赐给你们恩宠及平安 为了天主在基督耶稣内所赐于你们的恩宠 我时时替你们感谢我的天主 因为你们借着他在一切事物上 在一切言论和知识上都成了富有的 并且我为基督所做的证言 在你们当中是这样的坚定 使你们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出现的时候 以不缺少任何恩宠 天主必要坚强你们到底 使你们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再度来临的日子无暇可止 天主是信实的 因为你们原是蒙他召唤 为何他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何而为一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天主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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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我恭祝圣马尔谷福音 主愿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说 你们要当心要警醒 因为你们不知道那日起什么时候来到 正像一个出外眼行的人 离家的时候 把家务交给仆人们管理 分配了每一个人的工作 又嘱咐更夫 需要警醒不昧 所以你们要警醒 因为你们不知道 主人什么时候回来 或许傍晚 或许夜半 或许鸡叫的时候 或许天亮的时候 免得他突然来到 发现你们正在睡觉 我对你们说的 也是对大家说的 你们都要警醒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今天是将临起的开始 我想还是简单的跟大家说明一下 这个将临圈的主要的意义 将临当然顾名思义 就是即将要来临 所以比较简单的讲 就是为了提醒我们 耶稣基督的来临 准备他的来临 但是他的设计 是有他的特别的用意 最主要有三个方面 有蜡烛 这个光 所以这个光是代表 耶稣基督是生命之光 世界之光 其次呢 有长青长绿的树叶 那这个就是表示 天主是一个永恒的 无始无终的 特别无始无终表达在圆形的 没有头没有尾 对吧 哪个地方都可以是头 哪个地方都可以是尾 所以这个圆形有那个无始无终 然后颜色 长绿长青的树叶的颜色 特别表达出来 他的那种永恒性 一个是无始无终圆满 表示在耶稣基督内 他带来圆满的生命 永恒的生命 而且他是永恒的主 当然 紫色本身 也是表示有一点期待的味道 我们在四星期也是紫色 那四星期的紫色的意义是 有刻苦守栽 稍微忧苦的这种 那种心情 因为四星期的时候 我们纪念耶稣他受苦 那这个时候的紫色是等待 有这个意思 所以简单了解一下 他的设计 还有他主要的意义 好 那接着 我们也是针对读经跟福音 通常第一篇读经跟福音 是比较连结的 那今天看起来 读经二跟福音比较连结 但是我们还是要先提一下 第一篇读经 第一篇读经 让我们想到 我们在念玫瑰经的时候 念完玫瑰经会有一段导词 叫做幼圣母经 幼圣母经 那一段幼圣母经里面有提到说 二娃子孙在此尘世 以此 替气之骨哀怜叹耳 嗚呼 有没有 有这一段对吧 好 那个就是一个心情 就是好像被困在一个替气之骨 替气就是哭泣 哀嚎 很痛苦 很无奈 所以二娃子孙在这个世界 就好像在这个替气的一个山谷里面 一个哭泣 哀嚎的山谷 为什么会这样子 其实另外一个角度讲 就是因为我们的罪恶 因为我们的软弱 人性 因为我们犯的罪 而且更比较难过的是 好像在跟天主表达说 我们好像走不出来 就一直被困在这个罪恶的一个状态 所以在听告诫的时候 有好多兄弟姐妹都很无奈 神父怎么办 老是告同样的罪 好像想改改不了 那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 读经一 先知就告诉 他的天主的子民以色列说 你们首先先意识到这个 你本身能够意识到你的软弱 意识到你是在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这个就是一个恩宠 所以这个表示我们是有希望的 而且先知告诉他们说 也不用太难过 因为他们第一篇读经 你看再读一读你就知道 他们感觉到说 他们已经从冲军的地方 回到了自己的地方 已经回来七十多年了 为什么还是那么多问题 为什么还是生活那么不愉快 为什么还是一天到晚跌倒犯罪 所以他们自己觉得很难过 甚至于他们会觉得说 好像天主你在哪里 好像看不到我们这么的受苦 我们的受苦当然 很多时候是我们的软弱 我们的犯罪的缘故 但是他们担心说 天主从此就不理我们了 所以他里面有提到说 好像天主故意让我们心硬一直犯罪 因为这个也是隐约他们 有一点牵扯到梅社带领他们 处理埃及的时候 还没有出来之前 不是天主说 他使法郎的心硬吗 有提到这一点 那其实不是天主使法郎的心硬 而是天主他知道他会心硬 然后天主并没有干预 但是这个是为了来发现 发现第一个人的顽固跟软弱 第二个天主他是全能的 后来天主他能够干预 即使你再怎么顽固 他能够干预 所以不是天主故意 好像我来让你跌倒 再来笑你 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读经的一个心情就是 他们也感受到 会不会天主你是要对待我们 好像对待法郎一样 因为天主到后来 对法郎的确非常的严厉 对吗 最后一个奇迹 他有十个奇迹 直到他们能够离开埃及 最后一个大的奇迹 当然是红海 过红海 海分开 那过红海之前 天主让他们整个埃及 某一个晚上 他们要离开之前的一个晚上 哀嚎遍野 为什么 因为天主让所有埃及人的家庭里面 所有的第一胎的长子 包括动物 没有一个存活的 在一个晚上全部都死掉 所以那一天晚上有多少母亲 同时在同一个晚上哀嚎 为什么 儿子死掉了 包括法郎自己的第一胎 男儿都死掉 所以以色列他们自己有这样的一个了解 对他们以前祖先 如何从埃及出来这一些故事 他们有一点概念 所以他们现在已经距离那个有很长 可能好几百年 然后他们还是感觉到自己好像被禁锢在某一种 很难过的这种情况 所以他们会有一点担心说 天主你是不是真的不要我们 包括我们想要行善 但是我们行善了以后我们的善举就还是看起来好像有污点的衣服一样 好像并不蒙悦纳的感觉 所以这一个跟江林起有什么关系 就是那一个心情 他们在这个被禁锢的一个情况 他们等待救主来拯救 离开脱离这一个替气之谷 所以如果你再读一下读经义 你会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景象 所以我们江林起也是一样 就是我们生在这个世界 所以你也可以看出来这个世界呢 不管是哪一个朝代哪一个时代 人的生活的情况几乎都大同小异 能够犯的罪大概也都差不多是那一些 对吗 因为人毕竟还是有限的 你再怎么能够犯罪再能够做更大的罪恶 都不会超出一定的一个限度 就是那样子而已 那我们如果体会读经义的心情 我们自己也想一想 我们也需要这样的一个心情 就是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 如果我们自己觉得真的为什么老是热心不起来 即使我们后来领了喜以后 有的领了喜以后的我们的兄弟姐妹一样 刚开始领喜的时候很高兴 很有很期待 很新鲜 很兴奋 一领完喜以后发现 好像也没有太大的不一样 还是这样子过生活 可是你是可以不一样的 但是问题是 你是不是真的了解你的信仰的意义 是不是真的认识耶稣 真的认识天主 你听了道理 听了以后你真的认识耶稣吗 然后你真的认识你自己吗 所以你看以色列子民的心情 他认识了天主 认识了自己 后来他能够依靠 能够祈求 所以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态度跟心情 我们在自己感受到自己的软弱 感受到自己的无奈的时候 一定要向天主发出这样的祈求 这样的恳求 但是最怕的就是 就是我们就麻木了 我们就觉得一天过一天 反正无所谓 或者是好像感觉就 这个信仰好像对我也没有太大的作用 天主好像也不理我 绝对不是 所以先知告诉他们说 你们要依靠要恳求 要热切的恳求 问题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愿意热切恳求 我们不愿意付出 不愿意花时间 不愿意做祈祷 不愿意花时间看圣经 看圣书 是吗 我们宁可花很多时间在手机上面 网路上面 然后聊天 然后谈一些 不是跟灵修太有关系的事情 一天很快就过了 不是吗 每一次我们一天的镜头想一想 今天到底做了什么 说了什么 所以读经一很值得我们去做一个反省 读经二跟福音我们也简单的讲就好 最主要还是提到要警醒 警醒就是我们读经一的心情既然告诉我们 我们期待天主能够来拯救我们脱离这个 你就觉得理所当然 那这一种就很容易让你的信仰处于一种沉睡的状态 沉睡了以后你就已经没有意识 没有意识就是表示什么 你也不晓得紧张 你也不知道哪里害怕 你也不知道哪里危险 你的信仰已经在危险当中 你也不知道 对吗 然后你身陷罪恶 身陷很容易被诱惑 很容易跌倒 你自己都不知道 唯一能够让自己警醒的就是要时常保持 生活在你的信仰内 那什么叫做生活在你的信仰内 如果你一天到晚不进教堂 你偶尔才来 圣诞节来一次 父母节来一次 你就觉得自己已经很不错了 是教友了 那这个你自己可以做一个反省 你可以想象 看一下 在天主面前 天主怎么看呢 对吧 所以警醒 警惕 醒悟 还有等待 所以等待的心情是出于一个盼望 是出于一个希望 但是在等待的时候 同时你看福音里面讲到 读经证跟福音同时也都提到 我们如何要善用天主给你的这些 你所拥有的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很妥善的 很负责任的 来运用我们所拥有的 然后怎么样能够很有意识的 有一个时时刻刻的 有一个警惕的心 警惕什么 警惕说 那一刻可能随时会来 所以不要抱着一个侥幸的心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反正到时候 我要如果有困难 我有危险 神父会来帮我赴灵中 神父会来为我祈祷 人为我的祈祷是很有限 更重要是我自己怎么样跟天主交代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将来我们离开这个人间 再结束生命的那一刻 如何面对天主怎么样受审判 不是在于我过世以后 人家来为我参加葬礼 人家有多少祈祷 那个是其次 更重要是你自己 你离开人间以后 你肉体的那一口气结束以后 你面见天主那一刹那 天主要让你看到你自己 你这一辈子你到底做了多少 你会说我做很多 我很多工作 一辈子都很忙 那你关心的就是为肉体方面的 世俗方面的 天主可能要问你说 你到底为你的灵魂 你做了多少 你是否真的关心你的灵魂 这个才是重点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将年期 慢慢的这四个礼拜里面 我们要去加强的一个方面 要做反省 所以因为 你看每一个教会安排的节期 都有它很重要的意义 跟它的作用 所以我们只要了解 能够按照教会为我们安排的 给予我们这样的意义跟精神 好好的按照这个精神 按照教会给予我们的教导 去生活 所以保禄他更强调出来说 我们如果认识到我们拥有什么 我们也感谢天主 他说甚至于你没有很大的财富 但是你有平安 这个平安最基本的都是来自于天主 都应该要感恩 如果你没有什么财富 可是你很健康 你不需要一天到晚跑医院 那要感谢天主 对吗 那所以 但是这一些呢 如果能够在耶稣基督内 如果我们能够结合在耶稣内 透过祈祷跟耶稣保持很密切的关系 在耶稣基督内保禄说 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会更完善 我们会运用的更好 保禄的意思是这个 所以我们感谢赞美天主 所以继续来做我们的祈祷 来奉献我们的祈祷 奉献我们的感恩 以赞美 阿们 接着我们有木道班的圣言分享 好 好 我们特别恳求天主圣神 能够带领每一位让你们的心灵 心目的眼睛 心灵的眼睛 肉体的眼睛都能够打开 打开你们的心智 来透过圣言的 研读跟分享 能够更认识我们的 对天主的信仰 更认识我们的天主 认识耶稣基督 也求圣神带领我们的讲师 我们的陪伴者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好 跟着跟着 愿上主的花 坚固你 愿上主的花 赐养你 愿上主的花 安慰你 到永远 我信唯一的天主 全能的圣父 天地万物 无论有形无形 都是他所创造的 我信唯一的主 耶稣基督 天主的独生子 他在万世之前 由圣父所生 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 出自光明的光明 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 他是圣父所生 而非圣父所造 与圣父同性同体 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 他为了我们人类 并为了我们得救 从天降下 他一顺神 由同真玛利亚 取得若其 而成为人 他在班阙比拉多时正时 为我们被定在十字架上 受难而被埋葬 他正如圣经所在 第三月复活了 他生的天 他在十字架上